我們看這一題 它說在如土的這個所示的水平面 這是一個水平面 有均勻的磁場和墊場 墊場和磁場 兩者方向皆有紙面 上方垂直穿入紙面 就磁場是往那邊 墊場也是往那邊 這裡面它有墊場 也有磁場 都是往紙面下方 好,那現在呢 墊子在進入磁場後 會如何運動 好,我們現在來看看 它說一個墊子 沿紙面以向右速度行進 就現在有個墊子 它是以向右這樣行進 那麼它說呢 則由紙面上方 由上方往下觀察時 墊子在進入電磁場後 將會如何運動 好,墊子呢 進入電磁場的話 會受到電力跟磁力 磁力會給它怎麼作用 磁力的話會給它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那個磁力 FV是等於多少 等於Q V close V 那現在呢 Q是負1 好,V close V 往上了 因為墊子是負的 所以呢 加個負號往這邊 也就是說磁力會給它什麼呢 給它往下壓 也就是說它會做原作運動 磁力會讓它做原作運動 磁力會讓它做原作運動 那電力的話 電力呢 F1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Q1 那Q的話是負1 好,那電場現在往下了 那往下的話呢 加個負號就變往上 所以電力是往上 所以它是一邊呢 做原作運動 一邊往上 所以是往上 所以這個啊 所以這個是順時針然後往上 順時針然後往上 順時針往上偏 所以的話這個喔 應該選多少呢 應該要選D 順時針方向偏轉 朝指面上方離開 所以它應該要選D